我们女性是家庭生活里的杠杆 是整个社会和谐的柔顺剂 你们男人 有些总是不支持女人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什么呢 并不是你们 怕我们累着 怕我们轻松 说有些工作不适合我们 我们真的不适合吗 姐妹们 你们分明是在歧视我们女性 这是男尊女卑 是重男轻女 看看 看看历史上的武则天 穆贵英 哪一个没有名流千古 哪一个不比在座的你们男性强 姐妹们 只要 姐妹们 只要给我们女的机会 我们就一定能够比你们男的强 对 历史上有很多的金国英雄 武则天 是唯一的一代女皇 穆贵英 杨门女将大家都知道 舍泰君 包括舍泰君 从年轻的时候叱咤风云 尤其他最大的作为 他嫁给杨基业之后 生了那些个孩子 男人才是社会的 生产力 主要生产力 我们男人多辛苦 天天奔东波西跑 为了什么呀 为了什么呀 而且我们男人 思维缜密 心胸宽大 对吧 在所有的精英中 你看 所有的精英 基本上都是男人 咱不说 举例子来说吧 古今中外 等等等等等等 没有人看 秦皇汉武 咱不说了 对吧 咱现在就说 身边的人 咱们最帅的主持人 郭德纲 对不对 对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 不要 不要 不要停 不要停 刚才 还有一个 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达尔文 达尔文是男的 是女的 对 这说明什么呀 我们男人这社会上的 主导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你们女人 整天天叽叽歪歪 坑坑吃吃 别别嘟嘟的 干嘛呀 你们总认为 自己很了不起 你们总认为 我们男人一天不开机 你们一天 能把手机都给打爆了 我觉得 南方那边 刚才说的吧 其实我有挺多 都不赞同 因为我觉得 你们对 这个 女孩的这个看法呀 太片面了 我觉得我们女人的 作用很大 一个家 为家 没有女人 怎么能和谐呢 不赞同